女孩一脸惊恐地往后看去 随着黑压压的妖风肆意袭来 山坡上的大树全部轰然倒闭 她意识到浩劫即将来临 于是赶紧带着弟弟往千年老树上面爬 可弟弟刚走上去 洪水就迅速冲了过来 女孩赶紧一把跳到了树干上 虽然她的鞋子被洪水冲走 好在两人都捡回了一条小命 为了防止弟弟不慎掉下去 她赶紧死死抱住弟弟 试图避过这场灾难 殊不知这场洪水只是灾难的开始 因为海边的海水就像飞起来一样 往城市里冲过去 一个女人还以为看到了什么稀罕的事情 一动不动 结果下一代 尽管其他人都一层一层地往楼顶上面爬 但他们最终还是没有躲过这场危机 等到仅存的幸存者往下看去时 直接被惊掉了下巴 因为楼下的尸体就像树叶一样 随着洪水不断漂浮 这件事后虽然警方帮助灾区重新安家 但灾难并没有结束 因为洪水散去后 接踵而来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传染瘟疫 一瞬间无数人都纷纷中招 为了防止病毒扩散 他们只能把尸体装进果尸袋 但更可怕的是 由于弟弟抵抗力低下 警方只能把弟弟带走了单独隔离 因此女孩只能踏上了寻找弟弟的路途 这个女孩发现了诡异的一幕 明明地上的尸体已经死了很久 但地上的烟头却还在冒烟 她猜想这里是不是还有活人 随后赶紧抬头望去 结果下一秒她的左右就被踏穿 随后她赶紧扔下背包钻进汽车底部 眼看手上全是鲜血 女孩还试图爬出去逃跑 但她的腿上的伤实在太大了 还没走几步 她就摔倒彻底晕死了过去 等她再次醒来后 就发现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 并且伤口也被包扎好了 听到外面传来动静 女孩赶紧假装睡着 没想到一个男人帮她换好药水 就再次离开了 随后女孩就赶紧拔掉针头 寻找自己的枪 但包里什么都没有 男人听到动静赶过来 她解释自己 救她的时候并没有发现枪 等她打开一看 没想到竟是自己的手枪 意识到这里不能久留 她赶紧冲出去逃命 结果男人立马把她扑倒 不让她说话 因为外面正有一个男人 拿着猎枪寻找目标 回家后男人解释 她这么做是为了女孩的生命安全 单纯的女孩再次信了 并且还和她发展成了恋人关系 然而就当两人熟睡的时候 男人就突然出去 和外面持枪的男人交谈 直到女孩看到这一幕 才彻底清醒了 男人这才交代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她是个特殊的异能人 现在不敢相信她的话 于是独自走上了寻找弟弟的道路 这个男人戴上墨镜 竟发现对面南海脑子里 有一个比脑子还大的寄生虫 然而普通人根本看不到 只有在脖子后面 戴上一个神秘芯片 才能看到这些东西 而脑子里有寄生虫的人 都是被外星人控制的傀儡 消灭他们的办法 只有杀死那些感染者 为此军方召集幸存者 一起消灭这些怪物 殊不知军方首领 早就被寄生虫所控制了 他们脖子上的神秘芯片 会把所有人都看成被寄生的傀儡 从而杀死所有幸存者 好在小美为了寻找弟弟 来到了基地内部 她表示自己想加入基地击杀外星人 就当医生给她注射芯片的时候 小美一个肘肌就把医生踹飞 然后把她砸晕过去 因为玻璃实验室里的是 自己的亲弟弟 为了不让其他人 被基地里的人蒙骗 她赶紧换上基地内部的迷彩服 混进他们内部 把基地里炸 然而在逃跑的路上 她却无意看到了自己的前男友 前男友说 让她先走自己留下断后 紧接着小美就带着自己的弟弟 离开了基地 而前男友也把基地炸成了渣渣灰 殊不知入侵者早就偷偷转移了基地 为此幸存的几个人决定继续行驶 因为他们想彻底揭穿这场阴谋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第五波》 里面有电磁炮 地震大海啸 瘟疫情流感 是个非常不错的灾难片 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